1947年2月 台湾发生228事件 事件蔓延全台 当时的嘉义县府成无政府状态 高医生姿子高英杰表示 当时时局动荡 地方广播电台被反政府人士强占 在讯息误导与访国民政府人士 要求维护地方安全的情况之下 高医生答应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长 卢炳青与邹族警备官汤守仁的请求 带领邹族青年下山维护秩序 但高医生的命运就此改变 卢炳青的苦苦要求 再加上我们的少青传人士 他的松荣 不得不同意 你看不然又为什么把现场接来保护呢 是因为他当时认为 这个各个地方都已经乱了 对对对对 儿子到处父亲出兵的为难 不求战的高医生出兵下山 组长维持治安工作 与嘉义地区民兵合力围堵 嘉义水上机场 阻止军队增援 之后见局势逆转 高医生退回阿里山 之后又因曾经收容当时被认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台南县长袁国卿 被指控为窝藏匪碟以及贪污的罪名 1952年阿里山乡 邹族具有高学历以及拥有政治地位的高医生 惨遭逮捕入狱 主张自治的高医生 狱中两年也写下了私欺之歌《村资左宝鸡》 后人将作品收入为《村资左宝鸡》高医生纪念专辑 高医生的一生直到1954年的2月画下句点 高医生当时的自己理念为后人所赞扬与推崇 但身不逢时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引来了令人惋惜的遭遇 视觉的转换与自治意识的兴起 为了纪念高医生与生前的事迹 被原武者与儿子高英杰以歌舞剧的方式作为呈现 而高医生的生命历程与理念 也持续地在新的世代里不停地传授 卢星瓦旦 1899年出生于台北县三峡镇大报社 在幽年时期随着族人迁往桃源大西 而成绩优异的他从总督府医学院毕业之后 22岁就成为了医师返回泰雅族的部落 从事山区医疗的工作 而在当中常常协调部落间的纠纷 也避免跟日本殖民政府之间的冲突 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 就在1947年他递交大报社复归成情书 要求政府归还土地 并带族人走为故乡分配土地 之后国民政府延览他担任台湾省政府资议 就在1949年 卢星瓦旦就成为了首位原住民级的台湾省议员 背负着原住民族人的期许 卢星瓦旦在议会当中 更积极争取还我土地的诉求 为族人的土地做诉求的卢星瓦旦 却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期间 被政府给押走 1954年4月17号被枪决处死 被判决的罪名是参加北党 阴谋颠覆政府 淫私舞弊 侵吞农场供款 先人为了争取自治与土地的举止 被当时的政府视为叛乱 家族后代积极地为他平凡 实在讲起来 生命不是可以用600万来可以补偿 对 可是我们觉得说 能够拿到补偿 保还我们的 清白的话 总比再要求多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说 你们600万来对我们是一种 一种可以接受 不是说很满意的话 可以接受的补偿 并且我们最主要是 还我名誉 终于在2004年 获总统陈水扁 颁发回复名誉证书 五位兄弟姐妹 平均每一位 发给一百二十万元做慰问 并树立同项纪念 桃园复兴相公所 更在同项旁辟建公园 这次他为泰雅族族人权益的努力 二二八血泪史 台湾原住民族人 首位家园与争取土地归还的理念 却因此更为坚定 记者巴鲁阿里普 整理报道